謝謝 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蘋果 那會怎樣 沒有吃蘋果派 而且沒人知道牛頓是誰 醫生遠離不了我 那很危險 幸好台灣還有蘋果 你要弄個嗎 怎麼這麼客氣?Chris Leung 不是你的作風,快遮瑕? 其實我也覺得… 真的不是我的作風 朗依二成也有不少餐廳 這間主要是一個有14度菜的 味道菜 概念是北極圈的體驗 時間有限,14度就無法推出 來,我們精選給你看 這次我想發現北極圈的食物 是 原來可以這麼快、這麼漂亮 全部都是我的頭盤 是鹿肉嗎 是 黑椒的味道挺濃的 所以這個可能先給我們一個下馬威 對,濃一濃 下馬威的食物 其實這裡很棒 還有很多你慢慢發掘的味道 果然有另一番劍地 食家而已,我自己說自己 我最想試的是這個 是北極圈內的海膽 海膽的味道和洋蔥味都挺配合 海膽湯平時比較濃稠 其實這個相對比較稀 但對我來說是偏甜 稍微大口一點 其實味道很厲害 你要有一點…我要接受 它濃得你,還有一些奶油味 對,所以要慢慢嘴嚼 黑色的杜特是吃的嗎 這是甚麼 它給你客氣 我看它是一些肉… 像石油一樣 我未曾聽過別人用石油 去營養食物 我一說食物就很興奮 這個好像鹹濕濕的小食 是橫會的朋友 真的像口垃圾的橫會朋友 口垃圾… 最後我們嘗嘗這個 這個還不是肉丸 麵包? 不是,魚在裡面嗎 這裡的魚蛋 你覺得是否像 應該是… 這是魚肉 做出來的球,即是簡稱的魚 魚蛋? 當然是魚蛋 對,有挺香的魚蛋 但我想說因為裡面的魚肉比較粉 所以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我以為是麵包 這個也很美味 對,很特別… 對 我們是否進入主菜的部分 我對這比賽非常有興趣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蝦 但現在還未完成 是嗎 還要再加點東西 是否要加這個… 對,它稱為蝦茶 是蝦殼、蝦頭、碎片 然後浸泡這個東西 然後就像一個湯一樣倒進去 就是這樣,我想夠了 那它有濃濃的蝦味 對,試試一下 它除了有很濃濃的蝦膏味 還有草青味 所以我覺得私宜是植物類的汁 你那裡 其實是否有殼 有…它咬下去有好感… 這個也是廚師推介,是嗎 帶子… 帶子,但上面那塊是甚麼 剛才它送過來的時候 我聞到很濃的魷魚香味 我不知道是否魷魚 煙肉嗎 帶子吧 這個?帶子邊 它煎了帶子邊 零食有乾脆的邊緣位 包括圈這一帶,很多煮的東西 都是要先醃製、醃製 讓它能夠更長 更長,因為通常它們打捏 一大塊肉 其實也沒可能一次就吃光 對,就放了一塊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對 這個挺有趣 我們現在來到吃海獅 對,海獅鍋 所以你看到它煮得像甜品 要嘗嘗才知道它是甚麼家伙 我吃到海獅的煮法 令它有點像嫩的牛肉乾 它的質感 不如你試用娟式吃飯 因為你沒有喜歡漢堡包 不如你這樣分層 這樣就可以吃海獅 為何取笑我 原來肉很黑 它應該是煙燻的做法 因為我不覺得它有煮 對,它保持了韌性 對 很嫩,剛才加了那麼多東西 可能給Wolfo的口感 我覺得像牛肉乾 我單吃它,原來很嫩 很嫩 很清淡的,不濃味 很嫩 不濃味 加上這個Wolfo 有一點半甜品的姿態 難怪它當作甜品 加Wolfo加藍莓 但其實有甜品的味道 你覺得是主菜的一部分 很搞笑 清新的口感 剛才吃的食物太濃味 對,我先把這些吃完 這個很美味 剛才發現原來我做的食物 也不一定是沒那麼美味 對,我知道你今天特意放重本 然後請大家吃這一頓 謝謝你 之後就… 我知道 真的是絕版旅行團 只像這次 Kris倆以後不會再那麼好 謝謝你 你這樣說就… 思路清晰了 我們這是失方形探索世界節目 一頓大魚大肉,真是不合理 我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餐伯伯伯 不過我又想不到 吃一頓伯伯伯都認識到朋友 你解釋一下 我們住那裡不是一個 好像公室那樣的東西 然後樓下有一間酒吧 餐廳 餐廳 然後突然看到亞洲人 就跟我們打招呼 問我們是否香港人 原來他就是台灣人 對 然後就約他,我們今天有時間 無緣無故多了一個人可以訪問 以及探訪問他這裡的生活是怎樣 對,到了 你好… 你好… 你好,Salim? Salim,對 就在這裡? 對,在這裡,最冷的 我們可以進去… 進去嗎 沒問題… 好的,謝謝 冷岸群島在成為挪威一部分前 曾經是無政府地帶 不同國家都會去步行、採媒 和做科研 成為挪威一部分之後 這裡繼續秉承自由地帶的方針 任何國籍的人不用簽證 都可以來工作和居住 這裡可能是世界上最後一個 完全不用簽證的地方 也吸引了本身挪威讀書的 Saleem過來當保守 在這個絕無謹有的政策之下 有甚麼特別的生活模式呢 那我在這裡 就在這裡了,沒有鎖嗎 這邊的人不太鎖門 真的嗎?是真的 那麼安全 對,因為怕北極熊 如果突然來到城裡的話 人可以躲進來 是真的嗎?是真的 很貼心的舉動嗎 聽起來很像一般傳統的傳統 但它是真的 像一般人房子和車子都不會鎖 所以讓大家可以躲 你在選擇這裡工作的時候 你要先做一些想法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我真的勇敢 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是 因為我知道這裡不用簽證 就是你只要人來了 找到工作人就可以在這邊住下來 我在奧斯路的時候 一直在開玩笑說 我如果找不到工作 我就來這裡 真的都是一直在開玩笑 但是沒想到 後來就誠誠了 那我想問在這裡 你有甚麼興趣 工作之外 之外啊 空前的時候 我比較對戶外運動 沒有那麼有興趣 所以我都是去圖書館 然後有時候彈鋼琴 不然就讀書 去圖書 做自己的信心 太強了,去圖書的人太強了 好有文怪 但是最近也拿到武器 這是拿槍的嗎 對… 這一張是… 有人說… 可以拿起來嗎 所以這是這裡的槍牌 對嗎 可以拿武器 我想大家在這裡都必須… 很希望會有 因為其實都是個人安全問題 某位文約我說 這個槍只能拿來做北極熊保護 對 在圖書館上面 所以你如果拿著槍去 挪回本地是不行的 那你有遇過北極熊嗎 還沒有… 還沒有嗎 希望不要遇到北極熊 因為如果是出去玩坐船的話 沒有關係 因為很遠的看到 如果是海津的時候遇到 那就是要拿槍出來 要先拿那個… 然後先下北極熊 那如果沒有辦法 他還是靠近的話 就要拿武器射他 我覺得台灣人簡直是… 是有型的 我覺得任何人 離開自己本身成長 出生的地方 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自己言語 未必是自己冒語的地方 都是很厲害的 它其實長得跟一般的手槍很像 那它的… 裡面沒有子彈 沒有子彈,這個是空的 所以我們可以拿一下嗎 可以… 可以… 我好怕 因為拿飛彈是不用保證的 你只要成年就可以拿 很害怕 不會…它很小心 就是… 你如果上去… 就這樣很害怕 很像換句的一樣 對… 我簡直突然把滑掉了 它主要是裡面有子彈 然後它就會有很大的聲音 然後再打到地面 它會放很大的光 像閃光彈一樣 所以這個有一些技巧 因為你如果打了 它在背面的話 它會往你旁 所以你要去看照顧的問題 一般來說 它在一個特定的距離 我們是往四足度角射 剛好能照顧它的前面 在前面有光,就會往後跑 在一個這麼現實的地方生活 果然生存技巧也要現實一點 但又不能現實 因為它很大,福利好像也不錯 正所謂上班最重要的是甚麼 放假 你可能在香港或台灣 你會請病假 那個病假可能到一定的時場 它就不給你錢,對不對 對 在這邊的話,一定要付給你 然後它的規定是 16天以上是政府付給你 保障還不少 每年年假有五個禮拜 感覺壓力很少 壓力是不多 可是我覺得在這裡工作 就是要能面對自己 就是面對孤獨 我覺得 在一個全年三分之一時間沒有日休 三分之一時間沒有晚上 只是住了二千多人的小鎮度生活 最大的課題 原來是跟自己相處 你在大城市生活 你很容易找到朋友 然後你找到的朋友 他們可能會待很久 但是在這裡的話 每年來來去去的人都很多 所以有可能你跟別人成為好朋友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又有心理給別人來 所以你要一直去適應 新的社交環境 反正我覺得在這邊 好像永遠的就變化 就是環境在變化 人在變化 環境在變,人也在變 對,然後自己也在變化 對,你自己也會感受到 你的心靈上面 可能一開始來的時候 會很興奮 你覺得甚麼事情都會心靈 可是大概到一個月、兩個月之後 你就會稍微有點平靜下來 可是等到季節變化的時候 你看到你沒有看過的東西 例如說你沒有看過極光 你沒有看過滿山的雪 然後就會一直有一些新的心境 這裡是一個充滿著變化 然後可以了解自己更多的地方 感覺上是 沒錯 也充滿著挑戰的地方 其實是 對 原來挺松容、挺開心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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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這麼大,只要肯找 大家都會找到自己舒適的日園 衣食住行 冷岸群島都別樹一格 你又可以在這裡生活嗎 所有人都會想想 是 動物在做甚麼 你有否覺得經過了這麼多天 在北極圈經常很累、很大風 吹噴了,很冷嗎 沒有 好 很堅定,沒有 一點也不累 對 我想最後慰勞大家 可以喝一些好喝的食物 又知道你喜歡喝酒 不看動物,看植物去蘋果園 蘋果? 對 你一己私慾 你別以為吃幾個蘋果就不用看醫生 你的冰川鼻就快出現了 沒事,現在沒事,不用怕… 不就是打算吃蘋果會補花 對,別打算 想回來也切 麻煩你重視節目內容 我們的節目很資訊成員 我當然知道,我簡直是資訊的化身 挪威是全世界最北的果樹種植區 出產的蘋果當然與種不同 有人說蘋果是挪威最重要的水果 就在澳市錄40分鐘車程以外 有今天這個產量非常高的蘋果天堂 約1,500公斤 1,500公斤? 對 約1,500公斤的蘋果 每天 對 他說他們不會用地上的 放在地上就不用了 那地上應該會用來做肥料 因為他們不會浪費 有甚麼好處 他說是交叉地揹著 讓它可以穩定一點 很搭配嗎?是甚麼 蘋果姑娘 小心,可能會浪費 為何會這麼狹狹 擦了嗎?是否就這樣 糟了,我弄掉了一顆 不是,這個會破壞的… 它掉破壞了,那個會破壞嗎 這個會破壞的,不用怕 它破壞了才掉下去嗎 總之是破壞,它不會用的 不好意思,抱歉 不好意思 其實它真的夠熟 你輕輕地扭一扭 或者扭一扭 它已經成功了 以後要快點 你的車子離開了 知道了 又掉了… 你沒事吧 可以幫我折住嗎 會掉了嗎 會比較困難 有甚麼技巧嗎 可能你應該要用兩隻手掌 兩隻手掌 你們男士比較熟手 你說甚麼 兩隻手掌 他說對,我這邊也完成了 完成了嗎 對 先下來 先下來,小心點 你想試一下 這個新鮮的,掉了多少 你到底摘了多少個 你知道為何它掉了嗎 因為它太熟了 所以不回來試嗎 對,因為它太熟才會 你別笑我,它要打叉叉 所以是這樣嗎 對… 我覺得我看到了 對 挺尺寸的,你像賣旗的 笑我吧,我看看你有多出色 我真的有點難想 雙手 是否很容易摘?平輕… 扭一扭… 雙手好像有點想 像巨人飛到後面 它旁邊也掉了 你會掉了一層 這是糟糕 好… 這是糟糕 只要一顆給娟姐嘗嘗 好,我沒得嘗嗎 只要給娟姐嘗嘗 這個很紅 好,可以隨便吃,對吧 我不客氣了,你吃一顆嗎 我吃 但我想我應該站在梯上吃一顆 你放回來吧 我不習慣你這麼高 是嗎 很甜 而且它的味道有點酸 吃了生血藍後 它有另一種甜味 它那份特別的新鮮 好像咬完口才會感受到 它的空氣在口腔裡 有一點在口腔裡彈出來 你不明白嗎 羅威的空氣 但它說因為這裡的羅威氣候 所以種出來會比較新鮮 而且它說會比較酸 為甚麼?因為這裡夠冷 它夏天有陽光得來 又不會激熱 所以可以讓它生出來 味道會比較好 我敢說這是我吃過最甜的蘋果 最甜的蘋果嗎 真的,它的甜是… 我吃過那些再甜點 但那些很粉 那些已經過了期或過了時 反而是太熟 或者放太久 這個底部…這樣 然後它的底部就會穿 然後就自己這樣 好的 這個因為已經破壞了 給你 我給它完蘋果 它在我面前丟掉 娟姐的心 對 對 好的 我的心很痛 那一刻 摘下來的蘋果壓完 再消毒完 就會進入這些巨桶低溫發酵 之後放入這些小瓶 再二次發酵 他們說這樣做出來的酒 那些泡泡會比較好 之後再用這些看上去 很創科的儀器 將酵母拿走,再進入瓶 一支Apple Cider就完成了 視乎不同步驟的加加減減 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蘋果酒 很甜,就像這些一樣 好,說完,我們嘗試 Vilio,你今天很興奮 沒錯,我想我跟你去旅行 可以有這樣的 wine tasting 不是,Apple Cider tasting 我們從我處理到的 形容到的最先的 這是蘋果汁 就是剛才我們在蘋果園 摘了那些蘋果 就這樣拿出醬汁 加溫度消毒,就進入瓶了 太好了 是很濃的蘋果味 好像有100個蘋果在裡面 濃縮了,喝 很甜,真的很強勁 這是他們覺得最好的品質 才拿出來 因為他們的甜酸是非常平衡 你覺得第一口很甜 但你再嘗嘗下去 你現在留下的是蘋果酸的 這瓶,你記得是甚麼嗎 我記得,因為它的標誌 已經告訴你 對,是冰凍的標誌 要先把蘋果凍凍 去負十多、二十多度 照樣發酵 因為凍凍的水會溫溫 就會有濃烈的甜味 會特別甜嗎 對,因為它是用這裡的蘋果做 以這裡所知 全世界最酸的果酒 那要嘗嘗,明白 我問你木味嗎 我想問,是木味嗎 它很沉穩,像別人喝威士忌 很濃郁、很水 為甚麼你做了這麼久 也沒有專業一點的… 要說甚麼在專業名前 那些甚麼木味 單寧來說 然後有些雲呢拿香 是否要說這些 是 它的質感很厚 你簡直覺得它喝下去時 有些…吃了一匙蜜糖 沖了一些水,即是那種質感 最後在舔胎上 你現在感覺到酸重嗎 現在最後你搖一下舔胎 舔胎又跟你做節目 很難 老大,進入再下一個層次 這三瓶是否真的耕食 對,好像都起碼40度 這個叫Akavit 就是北歐的人 大事大事大事 聖誕時會大魚大肉 吃很多東西,很肥膩 會喝這個,幫它清一下肥膩 但這個Akavit在挪威規定 一定要用薯仔酒精去做 平時它們會加水 稀釋60度至40度 這個就加蘋果汁 對,蘋果汁也不耕食 40度也不耕食 你嘗嘗吃吧 是嗎 你嘗嘗喝吧 吃吧 好像薄荷酒一樣 喝起來會耕食 但很香… 蘋果在旁邊真的能幫助 因為平時喝的混合 就是混合了一些酒精 但現在混合了酒精 至於它還有蘋果香 是 你就會願意多喝幾杯 這個… 這個就是Apple Spirit 好,不會給我倒那麼多 知道,斜斜一點 倒給我,只有浪費 好,夠了… 因為它是果汁的原因 所以聞起來永遠很容易入口 很容易入口 大家都會在外面嘗嘗嘗嘗嘗嘗 他不是喝多了嗎 他很奇怪,Chris 拍了四集後 你繼續說不知道要做甚麼 你繼續說 不,如果是在外面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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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它會比較厲害 對 一聞起來就很厲害 那些濃度很高 這個40度也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來了… 我喝了一口 我覺得它有一種 雲呢拿的香味在裡面 它真的很純粹 對,容易入口就爆 我猜是蘋果酒的共通點 就是它們比較純粹 全部都是很有經歷的蘋果 提煉到最後 這就是最純粹的它們 剛剛很有經歷的…你 你這麼困難 你這麼困難 想不到話可以不用說 你這麼困難,弟弟 我不是 這麼開心,做甚麼 喝了酒就是這樣 你別裝不熟悉,娟 就這樣品嘗酒 我們的北歐之旅就結束了 冰川世界脆弱 但真的很奇妙 要簡單說一句總結的話 我們別讓它離開 Chris,大家注意喝醉了 很久沒試過喝醉做醉了 也是時候來… 不會的,這樣一點就不會醉了 大家看得太低了 臉上有點紅 有點紅嗎? 對 她很人紅 她真的瘋了 停機了,Chris就開始醉了 不,我們最後乾杯了嗎 我們說要幫我們這個旅程 畫一個句號 句號了,你已經給了… 剛才分好了 你給了我一個感嘆 是嗎?有嗎 有嗎 沒有,快點吧 來吧,好吧 謝謝